Hello,大家好,我是小鹏 在iOS 7.3正式版刚发布没几天 苹果于今天早些时候发布了iOS 7.4 beta 1开发者预览版 这个版本可以说是将彻底改变苹果App Store 这次的iOS 7.4 beta 1实际上分为全球版和欧盟地区版本 现在看看大家手机收到的主要更新有哪些 首先是Siri功能 现在终于在大陆地区可以支持直接喊Siri唤醒了 Siri终于不用黑了黑剧 大家有空可以试一试 另外HomePod在更新以后也可以使用 再就是新增了一些emojin标签符号 这个没什么多说的,基本上用的很少 再来看看地图 现在也开放了大陆地区的离线下载功能 打开地图,点击ID图像 之前这里一直是灰色无法点击 现在终于可以使用了 点击下载新地图 以我所在地武汉市计算 下载数据大小为440多兆 手机空间不大的网友需要评估一下是否启用它 接下来看看安全方面 iOS7.3为用户带来了 失窃设备保护功能 现在iOS7.4新增加了可以选择 始终打开安全延迟的选项 方便用户可以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安全隐私 然后在信息服务中 拉到最下面 这里也增加了Message for Business隐私说明 保护用户和商户交流的信息内容 有了这个服务 使用者的对话随时都在控制之中 包括删除对话 阻止商家之后再向自己发送信息等等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欧盟地区的更新内容 苹果将在3月发布iOS7.4的正式版 其中对服务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 包括iOS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和测载 放宽Safari浏览器限制 以及开放iPhone NFC功能等等 现在他们终于要来了 新系统允许iPhone和iPad用户通过其他App市场 在App Store之外下载和安装App 替代应用市场将作为iOS应用程序运行 能够在iPhone和iPad上安装其他iOS应用程序 但App上架前需要公正保证功能准确安全 不过度收集隐私 对第三方市场 苹果不会收取任何佣金 包括替代的支付系统佣金 但苹果会按每个账户每年每次收取0.5欧的寄宿费 有前100万次的免费额度 超过以后开始寄费 这个对于热门开发者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最后我的国行iPhone 15 Pro在关于本机的最下面 可以看到目前地区显示为未知 目前还上不清楚苹果采用哪种 或者是哪几种方法来判定是否为欧盟用户 用户地区或者是Apple ID 设备编码等等等等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